大家好,今天我们聊一聊新加坡一项震撼级别的新加坡超级工程,德光岛围田工程。 这不仅是新加坡基建史上规模最大的造地行动,还是在全球气候危机下硬核对抗海平面上升的生存之战。 这是一个创新又硬核的田海造地计划。 目标是新增大约800公顷土地,相当于两个大巴窑市镇的面积。 德光岛位于新加坡东部,是一个常用于军事训练的外岛。 新加坡这么做有两个关键目的。 第一,把本岛上的军事训练搬到德光岛,从而释放本岛的宝贵土地,用来建防、修地铁和发展公共设施。 第二,提升海岸防护能力,应对未来的海平面上升和极端气候。 这个工程早在2016年就宣布了,经过多年的规划和建设,2024年底,土建部分基本完成。 2025年进入测试和交付阶段。 简单来说,这不仅仅是造地,更是为新加坡的未来预留生存空间。 德光岛围田工程采用的是新加坡第一次使用的围田技术。 与传统靠大量沙子填海不同,这种方法先在海里筑起10公里长的围堤。 把海水挡在外面,再用泵把地内海水抽干。 形成比海平面低1.2米的陆地。 这样做能减少约50%的沙子用量,降低成本和环境压力。 围堤最高点比平均海平面高6米。 未来如果海平面继续上升,还能再加高。 地霸外侧用石块防冲刷,内侧铺草皮防止雨水侵蚀。 地顶还修了维护道路,方便巡检。 除此之外,工程还建设了面积116公顷的雨水收集池。 能储存500万立方米雨水相当于2000个奥运用池。 配套泵站、闸门、45公里排水渠道形成一个闭环水管理系统。 确保即便遇到暴雨和高潮位也能及时排水保障安全。 德光岛围田工程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造路, 更是一个智慧化的水利系统。 整个围堤和排水网络安装了超过170台摄像头, 260多个传感器。 实时监测堤坝状态、水位、水质和泵站运行情况。 所有数据会传输到德光岛控制中心以及本岛的公共事业局PUB。 形成双重监控, 确保一旦出现异常能第一时间响应。 系统设计考虑到了2100年海平面可能上升5米的最坏情况。 堤坝高度和泵站能力都预留了升级空间。 这不仅是工程建设, 更是新加坡在气候适应战略上的一次实战演练。 为未来其他沿海地区的防护提供数据和经验, 如此庞大的项目自然也面临不少挑战。 首先是长期运维成本。 虽然沙子用得少了, 节约了材料, 但泵站需要电力持续抽水。 监控系统要24小时运行, 维修成本和能耗账单都不低。 这些都要等项目正式运行后, 才能精确评估。 其次是环境影响。 填海不可避免会改变水流, 影响海洋生态。 新加坡虽然做了环境评估和生态修复, 但长期影响还需持续观察。 另外,热带地区降雨频繁, 极端暴雨和风暴潮可能对堤坝和排水系统造成压力。 未来如果全球海平面上升速度超过预期, 可能还要投入巨资加高堤坝升级设备。 这意味着德光岛项目不仅是一次建设工程, 更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的长期承诺。 如果德光岛围田工程运行顺利, 它将成为新加坡海岸防护和气候适应的新标准模型, 为其他沿海项目提供可复制的方案。 这种围田加堤坝加智慧水管理模式, 不仅解决了土地稀缺问题, 还提供了抵御气候变化的双重保障。 未来新加坡可能会把这种技术推广到其他外岛或沿海地区, 甚至输出到同样面临海平面威胁的岛国和港口城市。 更重要的是, 通过与荷兰等在海洋工程领域领先的国家合作, 新加坡将继续积累经验, 为21世纪的城市气候韧性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路径。 德光岛工程是新加坡在全球气候挑战面前交出的一份答卷, 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生存战略。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, 请为我们点赞, 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, 订阅我们的频道, 打开小铃铛, 感谢观看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